嗨,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喔 今天的主题是 联邦银行Nunibank再出新招 高利活除2.58可以除10万块 嗨,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好 最近其实很多银行 开始跟证券有一些比较密切的合作 这是我所乐见的 因为毕竟单一银行跟单一证券 他们如果各自去做的话 其实会连接性没有那么强 但是我相信应该是 永丰金大户数位账户跟大户头 他们开始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之后 其他的金融业者看到了 所以他们也开始在仿效这样子 那今天我要分享的是联邦银行 联邦银行的数位账户 跟他们的联邦证券开始有了一些不错的联动 那这个联动的方式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很喜欢的 也就是高利活除的数位账户 他给你的不只是2%的利息 是2.5% 这个2.5%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具有吸引力 那我先跟你讲 2.5%如果你一个月到底可以拿多少利息呢 我就算给你看 10万块乘以2.5% 然后除以365乘以31 这个数字算起来是212元 真的是蛮多的 一个放一个月 你就可以多拿就是200多块钱的利息 几乎可以去吃一个还不错的减餐了 我真的是觉得蛮有吸引力的 但是呢 有吸引力归有吸引力 到底要怎么做到呢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嘛 这个他的2.5%的利率是分成两个数字 2%跟0.5 所以2%跟以前的玩法都一样 你只要有开户有存钱 就可以拿到这个高利活除2% 没有问题 那唯一的小小限制就是 你如果有联邦的账户 有实体账户的部分 就不能够再开数位账户 这个走法呢 跟之前大户数位账户是一样的 你只要有永丰的账户 你当初是不能开大户数位账户的 我那时候快气死了 所以要怎样 因为那么好的东西我就拿不到 我就觉得美宋 所以那好像是礼拜六的时候 被人家抢先披露出来了 事后才知道应该是 大户偷偷丢了几个连结 给这个部落客 看部落客有什么反应 那时候当然我就直接上工 因为这东西才太好了 我就一定要马上写 马上分享 因为我要赚流量这样子 那也的确流量很好 那我也是就是全台湾第一个 就是在礼拜六早上7点 一发这个资讯 大家就吓死 2019年6月 很惊人 但是我写完介绍之后 我发现我不能办 为什么 因为我是有永丰的存者的人 我是有永丰户头的人 所以我后来在礼拜一 马上跑去销户 销完户之后 在线上直接开户就可以成功了 后来我就拿到大户了 其实是这个样子 它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渊源 后来永丰大户从善如流 所以它让你本身有永丰户头的人 也可以直接架开数位账户了 所以这点是做得很好的 反观联邦 他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坚守这个规则 就是我们的new new bank 就只收新客户 旧客户就不可以办 所以我到现在都还不能够 持有这个new new bank的原因 是因为我有两个联邦的户头 如果我要销户头 我就要跑银行 要搞很久 这个我就觉得很烦 我就不想做 所以我一直没有new new bank的账户 所以就提供给你参考 如果你要new new bank 你就必须把你的旧的联邦户头 销户才能够申请 才有可能会通过 那讲了2%之后来讲0.5 0.5怎么取得呢 它的规则很简单 就是你要开new new bank 并且绑定联邦证券的账户 作为交割账户 之后呢 你必须每个月都要交割款 达10万块以上 买进加卖出 你才能够享有0.5%的加码 所以它就是要绑你 就是要不断的交易 所以这一点我就觉得 感觉上有一点压力 那你会想说 买10万块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 10万块也不过就是 买个零股 比如说你买台积电 台积电你买个100股左右 就是5万块了 所以你买个200股 差不多就是10万块钱 你就可以符合这个规则 但是呢 它的手续费率 跟他自己收的低收 这个我就要跟你讲清楚 这是大家最在乎的部分 它的证券的交易 手续费折扣是28折 这个28折扣呢 其实算是市场上算是很前面的 蛮多的 像星光证券 然后台新证券都是28折 你有兴趣 你就可以自己去比较一下 那除此之外呢 它的单笔交易 就是你的任何一笔交易 它的低销都是20块台币 那你的零股交易 也是要20块台币 那到底 这样子大概是 你要交易多少钱以下 才能够拿到最低28折扣 你可以稍微去除一下 我现在直接跟你讲答案 因为我稍微算一下 20块啊 除以0.1425 然后乘以0.28 这算出来的数字是50125 也就是说你的不管是一张股票 或者是你的零股交易 至少单笔都要超过50125元 你这样才能够拿到最低28折扣 对 所以呢 它其实这个20块低销 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门槛 那我就建议你 如果你要用的话呢 你可能就要真的算得特别清楚 你才能够拿到这个最低的折扣 我们来算一下 就是这个 你10万块每一个月最低的 这个进出场的交易 我们算进场好了 就是你买进 你到底要付多少钱的手续费 你刚刚讲28折嘛 就是10万块乘以0.1425 乘以0.28 这样算出来的数字是 39.9 等于是40块台币左右 好 所以呢 你每个月都要付40块的 交易手续费给联邦证券 那你才能够从银行那边 拿到2.5%的高利活储 那这个2.5%的高利活储 其实应该是 刚刚讲的2%跟0.5 那0.5到底可以给你多少呢 我们再来算给你看 10万块乘以0.5 就是一年的年利率加码 那你再乘以31 除以365 算出来的数字是42块 哇 你这样有发现了吗 他给你的这个 42块的利息呢 你为了符合这个资格 你必须要去做股票交易 那你就要付40块的 交易手续费出去 这样子互相抵消之后呢 你只有赚到2块钱 这不就是做白工吗 好 所以呢 这家银行呢 就像是我讲的 所谓的小气联邦 就是他算得非常的精明 他不像大户就是 之前2021年下半年 你只要有绑定 他就直接给你这个 大大的大户的资格 他就给你大户的资格 你就是可以 50万以内就是1.1% 但是联邦可没那么佛心 好不好 他要你就做证券交易 那你做了证券交易之后呢 你还要再放钱到他的 Ninibank 你才能够享有这个2.5% 所以你要拿到这些东西 其实算一算之后 就是做白工 但是呢 虽然说他是做白工 笑一笑之后 我还是觉得 还是有他的可取之处 就是如果你的整个生态圈 你都是习惯使用他们的产品 比如说用联邦信用卡 然后用联邦的赖年卡来做交易 那绑定 Ninibank来做扣款 可以拿到1.5%的刷卡回馈 再加上0.5%的账户价码 这样是2% 对 那你拿来做存钱 也有最高就是10万块以内 这个2%高利活储 那拿来做证券交易 再加码0.5% 那一样 这个证券交易 也是有28折的折扣 其实都是有相当的优势 不过你把它全部加起来呢 就觉得还好 哎呀你想想看嘛 你用大户数位账户来比 对不对 大户现金回馈预期卡就2%了 那大户的高利活储 1.1%比较少 但是他可以存50万 那他的证券交割户 他送你的是2折的折扣 那还有封存股的台股 跟美股交易 其实也都做得蛮好的 所以这个东西相比的话呢 就有点类似是 这讲出来好像 联邦那边人不开心 就懒叫笔鸡腿 对啊 不过呢我觉得 好东西还是 要跟大家分享 鼓励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就是 越做越好 那他们的成效 如果有起来的话呢 也许他们就可以推出 就是更有吸引力的产品 我也不知道 还是说要他们的成效很烂 所以他们才想要去改善 他们的产品 这个有两种不同的讲法 但是我是希望 这些金融业者 都能够整合自家金控 所有的这个产品 然后推出就是 一整套有吸引力的东西 这样子对消费者来讲的话 才不用就是 证券要开一个 然后银行要开一个 然后到处都要开 到处弄 为什么不能够 就是一件全部开完 这样其实是最方便的 那目前能够做到 这一块的 大概也就是永风大户 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 自己去挑选 适合自己的产品 然后呢 长长久久的使用它 这样对于你来讲 你的资产累积 才是比较有实质帮助的 那比较能够真正做到 所谓的财务自由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你就是到 粉丝也许讯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斗内 都可以 我们有看到的话呢 都会在做节目 跟大家回报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